水平線 那秀出來之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他就會先取得什麼取得預設值 預設值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上方的部分 就會出現我們 這個這個裡面的預設值就是 姓名的話就是王小明先生 有沒有特別出來是先生 然後呢電話 住址 加一個什麼水平線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這些資料 如果說我不要他的預設值 我不要那個類別裡面的預設值的話 那我可以重新賦予他值 那重新賦予的話特別注意呢 這個底下是第二個範例 我再來的話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也是student 那student的物件名稱呢 我重新再宣告他為 0 0 那 特別注意你會把物件名稱的可以隨便取 你 你喜歡取你的喜歡的名稱 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那本來這個name裡面是王小明 可是你要把他蓋過去的話 你可以重新賦予他值 除非說 那個 student裡面的那個變數前面加個final 或者加個 加一個cons 加一個cons 就是 如果變常數的話就不能改了 一般如果說他是變數的話 那你可以重新賦予他 名字 給他 所以被蓋過去 王小明裡面 放的東西就變 蓋成 李小芳 然後呢 性別的部分就false 電話的部分就這一個 地址 OK 那底下的部分 其實就重複 上面這個 response write 把這個地方write出去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裡面的池 有沒有 就會被更改為上面的 所以秀出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 結果 裡面 就會看到 上面是王小明 然後呢 下面是李小芳 等於是這個類別的存取模式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重點 特別注意就是 主要 要讓各位了解說 如何建立一個什麼呢 一個類別 你會不會建立 第二個呢 你會不會 把建立的類別拿來使用 使用的方法就是 類別名稱 空一格 物件名稱 等於 New一個什麼呢 類別的名稱 後面加一個什麼 小瓜 小瓜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 拿你建立好的這個類別來使用 我想這部分的話呢 各位稍微熟悉一下 那裡面會有 這個 類別裡面的這個 成員 成員部分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種方式 算是比較特殊一些 些 那這個cshop語言 裡面是這樣用 在jama的 語言裡面也是這樣用的 所以 我想這部分的話你如果熟悉之後 再當然你可以多重的 再去做一些 了解 OK 這個地方的話是有關於那個 這個類別的建立 跟類別的使用 建立跟使用 就算了解 了解